好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蕭川老師 歡迎收看我們今天的財源廣進 這段先祝大家耶誕節快樂 不過我想今年的耶誕節 應該是股市表現最好的一次 為什麼 因為指數都在創新高 我們稍微看一下 整個指數這一路走來都在創新高 現在臺北股市離歷史前高 也沒有很遠對不對 以前高沒有很遠 但重點來了 今天禮拜五的時候指數 早盤的時候是大漲 漲了120點 結果到中場是漲51點 留點上影線出來 當然很多人會問 今年的耶誕節算是 股市歷年表現最好的一次 因為都快創新高 又快創歷史新高 可是目前又是一個最複雜的時候 因為除了指數漲很多之外 那再來就是 那個什麼病毒變種的一個狀況 那到底這個盤還有沒有機會再攻 好 那各位我們仔細看 其實最近的盤是你會發現到 歐美股市都修飾了 不要說歐美股市修飾了 像亞洲盤在今天 你看到那個韓國也修飾 新加坡香港也都修飾 所以在很多國家股市修飾的情況之下 我就跟各位講啊 這段期間裡面就是走區間嘛對不對 那當然因為漲多之後走區間 很多人會想會不會盤頭啊 那這個盤會不會已經漲多了 好 各位 股市的多空啊 應該是說不是我們決定的啦 因為它跟整個國際股市的 本身的架構有關 那你看整個歐美股市在修飾之前 你看它怎麼表現 你看 道琼它是上漲的 那現在離那個前高30343啊 幾乎只差個100多點 它就要再創新高了嘛對不對 那高科技股也是一樣啊 它這一波創新高之後再走區間嘛 修飾也沒有跌下來 那現在離前面的前面的高點啊 大概只差30幾點 那也就是說 當整個美國股市一開盤 也就是說修價王一開盤的時候 它只要上漲 哇你又看到它在創新高 啊你說台北股市 這裡要大跌啊這裡走空 那個機率不大那不太可能啊 尤其最近像歐洲有一些病種 那個病毒變異的狀況 可是你從歐洲股市你也可以發現啊 比方說德國法蘭克福指數 這波從11月漲上來之後 只有在禮拜二左右的時候呢 它受到震盪了 結果這兩天不就漲上來嗎 又漲回到整個月線 而且這個盤我之前有跟大家講過 搞不好在下個禮拜指數就先創新高 為什麼 因為當歐美股市修飾的時候 整個亞洲盤呢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關鍵 這個關鍵在哪裡你注意看 今天南韓修飾 環深也修飾 那日經指數呢 那幾乎也是成那種半修飾的狀況 幾乎沒什麼漲跌了 可是你會發現今天上海股市是不是大漲 各位你注意看 今天上海股市 收盤的時候呢大漲了1%多 那漲上來之後呢你會發現它幾乎又回到月線嘛對不對 那我這幾天有跟各位講過 現在全球股市裡面最落後的 就是說今年以來最沒有漲的 就是入股啊 那入股之前呢因為受到調降權重 它打到季線了現在是行人支撐嘛 那今天收盤又幾乎佔回到月線嘛 那你想想看喔 它現在離前高啊 3632 它今天收在3560那有差多少 大概只差個70點左右啊 也就是說 如果說它再漲70點 朋友你想想看 它這個5年的大抵是不是完成 它是不是開始去走補漲 那我問你啊 當陸股走補漲 啊你說台北股市要大抵 怎麼可能 所以台北股市在這個盤市 在今天啊讓你看到啊走一下區間 我跟你講 下個禮拜搞不好它就要開始衝高了 所以呢你要去把握這個機會 當然很多人會想說啊 老師你說它要衝高 可是今天的盤為什麼開高走低 又流上影線 我跟你講這關於整個盤市啊 它的軋空跟右多的格局是有關的 那這什麼叫做軋空跟右多的格局 這東西我待會再跟大家做解說好不好 重點是那既然盤又沒有結束啊 那只是說先走一下整理 那甚至於還要再創新高 那你說那這盤怎麼做 好那各位 這個部分喔 要分為指數跟股票了 我們就先從指數的部分來看 我剛剛是跟各位講過 我們在做指數呢 我是以當衝為主 我不希望說 我們的會員去冒太大的風險 畢竟大家都辛苦賺來的錢 如果說你這樣不注重風險 然後呢指數做一做之後呢就畢業了 我覺得這個是很殘忍的一件事情 所以呢今天我們以當衝為主 然後呢 你盤中只要賺得到 你不需要再去晚上不睡覺去看夜盤 那我一定會縮小風險 不去凹班 就是說我們的風險會把它盡量降低 但是能賺我一定會盡量賺 而且呢我是要做贏的 我不是要做刺激 好所以呢像今天的盤式 你仔細看喔 台北股市今天開高嘛 對不對 先開高震盪嘛 來這裡是不是開高震盪 對吧好 今天我下的單會比較特殊一點 跟以往一點點不一樣 因為當今天整個指數開高的時候 它上面有兩個壓力區 第一個壓力區呢去空 會想說 會不會空的比較低 但是呢第二個壓力區又怕空不到 到時候白忙一場 因為你現在是一個區間盤嘛 那區間盤重點就是 反正你就不要去追啊 不要說漲的時候就去追滿 跌的時候去追空嘛 我們就去抓它的高低點對不對 所以呢今天往上有兩個壓力區 所以我設兩個賣點 兩個空點 你注意看喔 今天早上9點13分 我們在14330 上下5點我放空 這第一個壓力區 第二個壓力區呢 我預掛14370上下5點放空 很清楚啦齁 好那各位我們仔細看 從今天整個指數裡面 可以發現到喔 今天整個指數啊最高啊 就來到14383 那就代表著說啊 我兩個點都空到 對不對 我兩個點都空到嘛 齁 所以呢今天兩個點空到之後呢 我就設均值去設它一個風險度的停損點 那今天最高就11383啊 所以也上不去啊對不對 好那各位你可以發現到喔 今天我們設兩個壓力點去放空 空完之後呢今天又上不去 那當然啊指數後來開始擊殺嘛 對不對 開始擊殺嘛 OK好那各位當擊殺的時候呢 你看喔 11點42分 當指數破14300的時候 我就建議會員啊 反正你就在14300附近啊 你空單就市價回補 很清楚了齁 好那各位你想想看啊 今天這筆空單 我們賺了80點 今天這筆空單 我們賺了40點 也就是說啊 今天你跟著我們操作 利用指數的區間盤 我們去抓它今天的高點 那今天呢 總個獲利120點 有沒有很清楚了齁 會員怎麼做 我就在節目裡面 怎麼跟你說 我說我也不會去華仲取角啦 或者是無中生有 不會 我們都依照我們的會員的操作方式 在節目裡面做說明 好那各位你想想看齁 我跟大家講過齁 今天我們以當衝為主 而且我一定縮小風險 我不高單 但是能賺我們盡量賺嘛 而且我是要做贏的 我不是要做刺激 不是說一天要進出好幾趟 沒有啦齁 我是就是要贏 為什麼我要這麼做 因為我跟他講 今天我希望我累積 一口單啊 在這一個月之內 一口單喔 在這一個月之內 我就能夠幫你創造400到500點的目標 這是我給我自己設定的目標啦 那我不要去設定什麼 我要幾千點 我覺得那個太遙遠了 我做不到齁 但是我設的目標 我一定要做到 那各位你想想看啊 今天 我們今天又賺了120點 那到現在為止呢 這個月 你看喔 前兩天的時候 我跟你說 累積501嘛 到今天為止再加120點 已經來到621點 我有沒有做到 我跟你講啦 到現在為止 今天12月25號啦 下個禮拜還有4天的交易啦 到今天為止 我已經達成我設定的 一個月 一口單 要幫你累積400到500點的目標 因為我這個月的失誤率非常的低 到現在為止 最少要有500點了啦 也就是說你今天一口單啊 你看喔 500點到現在為止喔 你已經有10萬了 那我問你啊 你要做幾口 我們穩穩蕩蕩的賺嘛 對不對 而且這種區間盤 我跟大家說過啊 逢高 我們去抓高點 今天賺120點 逢低呢 我去抓買點 你看啊 前兩天 我第一檔買進 賺85點 禮拜一 我第一檔買進 賺75點 那今天呢 我們累積這種 一個月下來 4到500點的目標 不是只有這個月做到喔 同樣你想想看喔 從當時7月份 我們累積610 8月份累積570 9月份呢 累積920 10月份呢 累積608 11月份 累積628 到今天為止 12月份 你看 已經累積了621 所以我說嘛 指數的操作 我會非常注意風險 但是呢 能賺我一定盡量賺 我們把那個 失誤率減最低 但是能夠賺的 我們要盡量去做累積 每天在那邊衝來衝去 同樣我只是要問你 你是要做贏還是做刺激 如果說你真的是要做贏的 那我建議你喔 你不如跟著一起來 我依照我們的模式 穩穩蕩蕩的 累積一口單一個月 給你4到500點的目標 好不好 所以咧 這是我們的指數操作啦 那如果說你在這方面 沒有做得很順利 那我也很歡迎各位 加入我們的行列 你看我們這大半年以來 每個月都有達到我們的目標 所以咧 今天我們這個股佳期 我要幫你創造雙贏的計畫 那待會我會講股票 這種盤勢輪動那麼快 到底股票要怎麼抓 好不好 那今天正好是耶誕節嘛 公司有一個 耶誕超值的方案 很歡迎你來電做諮詢 好不好 不管是股票或期貨 我都希望能幫你創造 雙贏的計畫 好好把握 耶誕節超值大計畫 歡迎你廣告之後 來電諮詢 那待會回來我們就來看 個股的操作 到底要從什麼樣的方向 去做切入 好不好休息一下 超值太超值 請您速播專線 02-2781-0909 2781-0909 運達同步 核心抽盤團隊 幫助您不再忘賭欺探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立刻速播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讓您發很久 發很久 02-8773-8859 聖誕鈴聲 與聖誕佳節 運達頭部68直升特別區 聖誕鈴聲 與聖誕佳節 運達頭部68直升特別區 超值 真超值 太超值 請您速播專線 02-2781-0909 2781-0909 好 歡迎來到現場 今天指數算有流點上影線 不過我覺得最近的盤式 就跟我們預測一樣 因為國際股市都在放假 所以呢 台股先走區間盤 但是我剛好跟各位講過 這個區間盤還是要繼續供 為什麼 因為當美國股市到現在為止 你看道瓊只差一點點 要創新高了 高科技股也是一樣 只差一點點要創新高 那現在很重要的一個關鍵就是 亞洲股市裡面 大陸股市間已經佔回到月線了 對不對 他現在離前高只差六七十點而已 所以呢當大家如果說 這地方往前高去挑戰 這地方他即將要去走出什麼 五年的一個大底 所以我就說啊 不要說啊 這個最近的盤好像不動不動的 搞不好下個禮拜就衝高了 所以呢你要懂得去掌握這個盤 最佳的一個機會 好不是說啊 等到漲上來我再來追 好同學 我跟你講喔 最近的盤有個現象 你有沒有發現到 今天台股為什麼它會流出上影線 不過還是漲的啊 為什麼 我剛好跟你講嘛 因為這跟什麼 嘎空跟又多有關 好什麼意思你去看 如果我們就從融資的角度裡面來看 我跟你講喔 空方一定會跟你講 你剛才融資一路大增 一路大增 你看又在創新高 啊這有什麼不對 指數一直漲啊 也沒有跌啊 到現在為止 這一波你跟著做多的 你都是賺錢比較多嘛 對不對 但是你不要忘記啊 到現在為止呢 空單也在創新高 可是呢空單的走勢呢 在這一段大漲的過程裡面 被軋翻啊 所以當國際股是還要走高 那就代表著說啊 未來指數在衝高的過程裡面 這些空單一定要補 對不對 可是呢在空單 被軋空的過程裡面啊 這個盤本身也伴隨著又多的陷阱 什麼意思就是說 你看我最近這個盤 一下鋼鐵一下塑化 然後一下航運 然後一下生技 然後呢一下又電子股 電子股又有好幾個族群 我舉個例子來看啊 你注意看齁 最近盤就這樣嘛 輪來輪去嘛 可是你等到它漲的時候 你再來追 你看 昨天的被動元件不是有利多嗎 不是什麼缺貨漲價利多 結果一漲起來你去追 流上引現金又跌下來 你看這些個股也是一樣 你看到它被動元件有利多 你去追 結果呢連跌2000元你看 不只這些啊 你看那個什麼 太陽能的個股也是一樣啊 哇好像太陽能的個股要漲了 結果一追結果又跌下來 比方說什麼2368的金像電也是一樣 之前好多人來跟你講啊 結果呢追高之後就跌下來 對不對好那當然 現在很多人會問啊 哇輪動速度這麼快 今天買這個 今天看這個漲你進場去買 欸搞不好明天不漲了 明天換別的 明天操作又是一樣 那你這個盤還要再創高啊 那我現在這個地方我要怎麼做股票 才贏得了 各位我跟他說過 搭空的錢我要賺 但是又多的陷阱我要避開 但是我要怎麼賺我要怎麼避開 這就是我跟他說的 很多時候我們在選股的過程裡面 不要亂追啦 去掌握領先落底 當然這句話會有疑問喔 因為不是說代表落底的股票都會漲 所以我說你要用一個減便宜的心態 那什麼叫減便宜的心態 就是說你的股價是不是低估嘛 如果他有營收成長股價低估 如果他又有產業面的支撐的話 那他一定上得去啊 對不對好這樣子講很空洞 那到底這個盤要漲什麼股票 我兩天前已經跟你預告了 那我是不是能夠帶你減便宜 我是不是能夠幫你抓到產業面 最有題材的個股 各位我們從VCR裡面來印證 到底這個盤我要怎麼去賺軋空的機會 但是我又要避開又多的陷阱 到底這個方向在哪裡 導播請播VCR謝謝 電子類股現在怎麼做 我要去抓低檔有題材性的個股 我舉個例子來講 像昨天的Tesla 他股價漲多跌下來 當然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Apple也要做電動車 那現在電動車的在競爭的過程裡面 當然有的好有的不好對不對 可是不管你電動車誰好誰不好 我覺得原物料的這一塊一定有機會 為什麼尤其是跟電池有關 你電動車再怎麼發展 如果別人趨勢的話 那個電池最重要 好電池的概念個股呢 我們去幫你掌握一檔 都還沒有動的股票 但是這一類型的個股呢 籌碼非常的穩定 而且從它的基本面來看 你可以發現到 它去年賺一塊四了 今年第三季就賺快一塊了 所以今年的獲利一定有機會 比去年還要來的好 所以呢 關於電動車啊 還在低檔跟電池有關的股票 我是建議你 可以開始逢低布局 因為未來它是一個趨勢 好不好 好方向在哪裡 這段VCR我在禮拜三的時候 跟你講方向 那我跟他講過 任何一檔個股他要去做拉抬 他一定要有基本面 甚至他一定要有題材面 因為今天整個法人 不管你買哪一檔 他要寫報告 那個基本面太差了 他不能買啊對不對 所以我說嘛 你現在想要去掌握 市場的一個空間 你一定要有產業面的支撐 而且要找股價低估的 對不對 好我們來仔細看 禮拜三的時候 我就跟各位介紹 未來的方向在哪裡 如果說能夠了解 一家公司 或一檔股票的產業面 啊產業不錯 是有前途發展的 我想你買進去也安心啊 所以有的時候很多時候 不是說一定要股票漲起來了 利多劍爆了 你再進場去嘛 而是我們怎麼去挖掘這個牌面 後面準備要拉抬的方向 對吧 好你去看 禮拜三我是不是介紹這一檔 這是周線啊 你看到嗎都沒有動 那時候我就跟他講 電動車電池的概念 對不對 Tesla做電動車 現在好多好多的車商都在做電動車 連蘋果做手機現在也要做電動車 那我竟然不管你今天誰輸誰贏啊 但這個是成為一個趨勢的時候啊 電動車裡面最重要的就是一顆電池嘛 如果你今天一顆電池只能跑50公里 誰要買 所以我說啊你要從什麼 產業面裡面電動車的電池去抓股票 那怎麼抓 你去抓什麼股價低估的個股嘛 你去看啊 我禮拜三的時候我跟他講 這家公司去年賺1塊4 今年到第三季已經賺了快1塊 也就是說他一定有這個單啊 否則他今年的營收怎麼會超越去年 對不對 好所以我們仔細來看 這是哪一檔 禮拜三的時候 我跟你講4739的康普 你看喔 禮拜三我跟你講 股價低估的股票 4739的康普 你再注意看 我在昨天的時候我就跟你講 他要動了他要動了 你要趕快進場 昨天禮拜四嘛 我還是跟你講4739的康普 我沒有東變西變 我沒有看到什麼鋼鐵掌我也要 什麼什麼航運掌我也要 沒有 你資金沒有那麼多 所以你現在要怎麼去掌握一檔 對的股票 有產業面支撐的個股 你注意看嘛 昨天 9點46分 我記得我們會員4739康普 在61半到62附近買進 所以你一定買得到 不用追 昨天就已經在拉了 結果呢 你注意看喔 今天啊 早盤啊 幾乎到9點半就工漲停板 朋友你今天不用追啊 為什麼 因為我昨天已經買進了嘛 那為什麼我知道昨天要買進 因為我早在 禮拜三的時候 我已經跟你預告了 下一檔要動的股票在這裡 對不對 所以你會發現啊 你看 今天股價是不是衝高 你提早一天買 你根本不用追 結果呢股價 今天已經開始創高 所以你說老師啊 這盤怎麼搞的 流上一線 可是我們的股票在創高啊 今天漲停在創高啊 到現在為止你都不用追啊 那為什麼我們的股票能夠漲得上去 這就是我跟大家說的嘛 因為這個時間點喔 台股還要在創高 那當然這個軋空的獲利 我要賺到啊 但是最近輪來輪去 輪來輪去啊 輪那麼快 沒有那麼多資金啊 總不能說我今天漲什麼我都要 不行嘛對不對 好所以呢 這地方我要去避開又多的陷阱 這就是我跟他說的嘛 你要懂得怎麼去撿便宜嘛 去抓一檔有價值的股票 他有產業面的支撐 你就不用追高 而且籌碼穩定的股票一定上得去 對不對 所以咧今天是不是上來了 是不是上來了 你看喔 禮拜三我跟你講的時候都還沒有漲喔 結果呢 昨天買進去今天開始工漲停 那像這樣子能夠走破斷的股票 有產業面支撐的個股 不是只有一檔欸 你想想看 當初我在90塊叫你去買金相光 結果飆了四成以上 如果說你前面不買你後面再來買 我問你呢 你到現在為止還在等幾套 沒錯吧 可是為什麼那時候在90塊附近 我就叫你去買金相光 因為當時他9月10月營收都在創歷史新高 那股價沒有動怎麼對咧 所以我說嘛 早產業面股價低估的個股就飆一段 有沒有 那仔細看 當初的戲碼呢 低檔買完飆超過三成 為什麼 因為現在無線耳機很流行啊 他是全台灣做那個無線耳機 防水的連接器的廠商啊 所以呢 有這個題材為什麼動不了 還是標波段啊 當初我跟你講 深洋半導體啊 有沒有 股價低檔買完也是標波段啊 為什麼 因為他做台積電的再生經驗 光是這門生意做不完 所以那時候我跟妳講 這種股票上得去啊 股票會漲得上去 一定有他的題材在了 再舉個例子來說 你看那個全新 有沒有 85塊多的時候就叫妳買 結果一個波段起來呢 標了快四成 那為什麼當時那低檔還沒有動 我會叫妳買 我就跟你講啊 深化甲是5G的重要原料啊 啊 你深化甲跟上油叫累金嘛 你要有這個原料 當然要跟上油拿啊 所以呢 全新就是做累金啊 是不是也標起來了 所以我們的股票 黨黨有它的背景在 有它的題材性 可是如果妳今天都不跟 蠻可惜的啊 妳可以追看看嘛 反正這邊漲也追 那邊漲也追 追到現在為止 一堆股票套到上面 所以我說這個盤 在走軋空 但是它本身也伴隨著又多 所以妳不要亂做啊 那是重點來了啊 妳說老師那股票我要做什麼 妳看啊 今天康普妳又錯失了嘛 前一天可以買的妳不買 啊今天漲停的雙新高 還要繼續公喔 好那各位 下一檔的個股 我是借妳喔 它的題材性非常的重 那這檔個股呢 我認為啦 它是目前盤面上面最有題材 最要漲的股票 為什麼 這檔個股妳會發現 從7月份以來幾乎都要走橫盤 這個橫盤區間 其實在11 12月份的時候 法人已經在偷偷吃了 為什麼它會漲 它2月5月9月11月 營收屢創歷史新高 妳注意看 從2月5月9月11月 營收一路在創高 這代表著說它一定有單 那為什麼這樣的產業 它能夠讓你看到 欸今年怎麼搞的 一直在創歷史新高 我跟你講搞不好12月營收也創新高 那因為這個盤面 它需要這樣的產業 也就是說需要它的產品 當然你問我說 老師這是什麼樣的產業 我跟你講等我公佈了 你會確定說 老師你買這樣是對的 可是問題是 你不趕快先買 等它過幾千年它飆出去了 因為營收連續四五個月創歷史新高 你說飆不飆 所以後面的股票我幫你選好了 可是我跟他說過啊 我希望能幫你創造 旗鼓雙贏嘛對不對 不管股票或期貨 整個指數呢 目前我們也是這個月 已經累積了600多點 所以呢歡迎各位 趕快利用耶誕節的優惠 來電諮詢 祝它操作順利 禮拜一見 拜拜 投資風險